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记载在《尼西米记》九章六到八节 《尼西米记》九章六到八节 你 唯独你是耶和华 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以及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一切的生命都是你赏赐的 天君都敬拜你 你是耶和华上帝 曾拣选亚伯兰 领他出迦勒底的吾尔 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你发现他在你里面心里忠诚 就与他立约 要把迦南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格加萨人之地 赐给他的后裔 并且你也实现了你的话 因为你是公义的 一个团契功能若能正常的发挥 就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被建造 如此就可以成为彼此认罪 宽恕 带导 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湾 我相信这样子的团契 是每一位器友所忠心渴望的 如此的团契生活 需要每一位器友共同的努力 特别是在对上帝的认识上面 要下功夫 如果我们对上帝缺乏敬畏 就容易用偏颇的心思来聆听 用骄傲的意念来论断 用自以为意的态度来说教 那么谁还敢在团契里面说真心话 谁还相信耶稣基督的爱 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呢 人的本性都是不想自我揭露的 亚当夏娃在眼睛明亮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遮掩 没有人喜欢自我揭露 也没有人愿意自曝其短 因为不想被看扁 不想感到记不如人 说穿了就是对自己 以及对器友们没有信心 更进一步来说 就是对自己的被造 也就是对我们的造物主 没有信心 但我们若认真的认识 这一位造我们的主 真知道我们是按着何等的形象 被创造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 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 即便是在最隐秘 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 这样的情况下 在上帝的面前都绝对无法隐藏 也不需要隐藏 在今天的经文中有提到 上帝的属性 他说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天地海 是创造万有的上帝 所以他拥有绝对的主权 来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器皿 呼召我们完成他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 跟使命 因此我们得以因着相信 来回应这份呼召 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重生 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爱里 被赋予一个不同的使命 以及一个全新的意义 我们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能白白得到这些恩典 都是上帝他发现 并且检查我们内心的软弱 以及对真理的渴望 他知道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才得以脱离那些罪的捆绑与挟制 于是他主动地走向我们 他主动地用他牺牲的爱 用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保险 来与我们立约 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有说到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的不义 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坦然无惧的 到主施恩的宝座前 求怜悯求恩惠 全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保险 没有人应该被数落 没有人应该被轻看 也没有人可以自以为意的 像是上帝一样的去论断别人 当知道上帝是你的主 也是他人的主 入末他人的就是入末造他的主 所以在团契当中 不论是分享或聆听 都该心存畏惧服侍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千万不可说长道短 把他人的真心 践踏在自己骄傲的脚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恳求你光照怜悯我们 可能在团契中不经意的 伤害了我们的肢体 恳求主你赦免我们的过犯 更求你的真光引领我们 可以建立一个互信互量 彼此相爱相扶持的团契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